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当然他在整个比赛呢 我想这个单打的淘汰赛 他应该是做好准备 应该会让我所牵制洗心的侧身 一个正手抢攻 因为中国的洗心呢 是一个直拍横打的选手 强调的呢 就是左右移动来抢攻 那以洗心来讲呢 虽然跑得很快 但是侧身这一板的拉球 不叫刁砖 所以我想水谷准呢 我想应该要多吊开 洗心的正手位 让他去跑动 再做一个反击 那以水谷准来讲 我想除了能够防止 洗心的正手抢攻呢 本身还是要多加 做一个发球抢攻 因为以水谷准来讲呢 这个正手这一板呢 也是能够很有机会得分的 加上呢 拉一回球当中呢 水谷准的中眼台 这种所谓的危急 他的防守呢 非常强 所以我想水谷准呢 在前几板 积极抢攻 中眼台能够跟洗心对抗 大概这场球赛就有个大 场上的两位选手 过去都曾经在 科威特公开赛 男单封网 在水谷准的部分 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 拿下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生涯他一共拿下了 四座巡回赛的冠军 至于水昕 他则是在2010年的时候 在科威特的男单封网 那当然双方在2016年 这一次的交手 毕竟是奥运年 所以也是 双方一定都会拿出 最好的状态来应战 对 那这比赛喔 尤其接近呢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比赛喔 那这种场上的比赛呢 如何呢 调整最好 就是看你的成绩喔 你如果呢 在这种重大的封开赛比赛呢 得到呢 比如说是冠军啊 或者前几次的这种成绩的话呢 自信心就一直提升 那对奥运会呢 比赛的整个场上喔 我想他要拿好的成绩呢 就更加有力 所以事实上运动员虽然是尝试他整个状况喔 但是他能不能赢球呢 是完全是影响了后面的比赛 荒花在 呃 月初的这个 吉隆坡团体市井赛在内 雪鑫过去打水谷准 一共是十战全胜 用这样的一个战绩来看的话 其实雪鑫今天 看到这样的签表 应该打起来 备战上头会更有一些准备 更有一些信心 但是真的水谷准 毕竟日本一哥也是经验丰富喔 对 一般来讲 以雪鑫 如果 全面去拿 零球喔 对比赛的场上喔 每一球之间喔 打出去呢 都会很有战术 很有方法 那水谷准呢 我想 相对啊 他可能想说 我这一场球赛呢 可以大胆性的是拼球 打法上呢 更放开 我想这个是水谷准应该的心探 那比赛当中喔 我想水谷准是一个横式握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反手呢 也是带有进攻 加上他正拍的侧身 那水谷准呢 那水谷准呢 尽量喔 反手呢 不要横打 尽量喔 所以他会 非常快速的步伐移动 来做一些抢拉的 水谷准在这次的晋级过程当中 第一轮14比2击败了葡萄牙的阿波罗尼亚 第二轮4比1击败日本的丹羽消息 算是蛮顺利的一个晋级 那当然水昕的部分呢 同样 第一轮4比0 击败新加坡的李虎 第二轮则是击败了巴西的对手 第一球呢 也可以明显的 看出水谷准 不退台 快打 让喜新呢 步伐上 沒有跟上 喔~~ 就零丟2分 這時候 喜新 在看哪邊出現問題 輪到喜新的發球 好球 這個揭發球呢 已經接在桌子的邊線 就是要有敢出手 打的位置一定要很刁鑽 連拿三分喔 水谷準第二個揭發球 哇 水星自己還是在看一下自己的拍面 不曉得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開局被水谷準這邊連拿了四分 那水谷準當然得好好把握這樣的機會了 打的蠻凶的 一出手就讓洗心沒辦法回擊 這個洗心 場上是不是感覺不順 也把球稍微整理一下 好 推開 對 水谷準的防守攻 不過這個球沒有擋回來 許欣也終於拿到了第一分 破蛋 不過對於許欣來說 真的是要格外的謹慎 繃緊神經喔 真的每一場比賽 尤其是外戰 尤其是外戰 發球進攻 你可以看出 直拍選手呢 就是要盡量靠他的正拍 一直搶攻 這個發球發完了 已經等在這邊 那洗心的搭球 本來就是 變化又蠻多的 所以你真的要防住他 不容易 許欣在剛剛結束的 團體市井賽裡頭 也是拿到了男子的MVP 最有價值抽援 漂亮的一個直接呢 跟你做一個反攻 也是跟你拚了 所以水谷準呢 就是要有這種 敢打的一種戰術 加速 可惜 很明顯的呢 也想要直線的掉開 許欣的步伐 漂亮的一個發球搶攻 3、7 水谷準今天來到場上 並沒有背負著過去 跟許欣對戰 輸球的壓力喔 今天 哇 好球 揭發球呢 3、8 快速的 一個加賺的P場 第一局的比分來到了 8比3 領先的是日本選手 水谷準 哇 這個球 水谷準 確實展現了 快打喔 他也不退牌了 稍微 退後之後 馬上往前壓住 啊 可惜可惜可惜 確實就是要這種打法 有速度 節奏越快呢 對許欣的壓力越大 台南的一把領球 可以看出 日本選手呢 蠻積極的 搶下了第9分 喜欣你要擰也不對 要擺有可能直接 哇直接掛網 壓力蠻大的喔 那對方呢 拚命的打出呢 哇連這個球也讓他拚啊 當然 太勉強了 所以水谷準呢 丟掉了第5分 不過目前水谷準 10比5的比分 還是握有5個 5個橘末點的好機會 好對啦 哇漂亮的 舊球 雙方 我還是在中眼台之間 對抗 喜欣拿下第6分 對這個 所謂的 中眼台你可以看出 喜欣呢 正手的這個力道 他側開 好你要拉他正手 確實很難 喔又橫移過來 戰士的正手 他是左右跑動 你球給到哪個角度 他都正手給你 這真的蠻恐怖的 喔漂亮 加速 最後的這一板 拉球進攻 水谷準11比6 從水清的手上 搶下了第一局的勝利 可惟特公開賽 南吉丹打8強的對抗 中國選手水清第一局 6比11 不敵日本的水谷準 其實只有雙方過去的交手紀錄 來看水清第一局 打的是稍微有點荒槍走板 只有朱老師的看法 水清在第一局 是不是心理上的狀態 是比較有壓力的 對他應該說是說 他回擊過去呢 對手水谷準打得太兇了 所以他第一局 感覺上不適應 水谷準又打得蠻穩定的 所以當喜新發現的時候 想要做一些改變 又自己產生一兩分的失誤 所以我想這個球賽 就可以看日本水谷準 完全是放開去拚這場球賽 而且敢打 有機會他就發力 那喜新要如何的 不讓水谷準有壓制性 一定要主動先正手先拉 那先搶攻的話 主導權就是喜新的進攻 像這個先拉 那你要拚的話 就不容易了 我想從第二局的開局 喜新的策略會積極的 就是策開了 正手先搶攻 那短球上呢 再做一些處理之後馬上策開 所以他其實在第一局 就蠻多自己手上的失誤掉分呢 哇 也是要主動進攻 那如果自己台內球沒有處理好 他這場球賽看起來有點危險 好 水谷準 就是在台內直接的要拚球 水谷準維持他一貫的概念 就是拚 對 不跟你多打幾個來回的對抗 輕輕的對抗 穩定的對抗 他就是發力 你喜新你不進攻我就發力 好 發力準備囉 這個水谷準自己的一個失誤 不過這個球畢竟發力值得一拚 打進就是我的了 對 會造成喜新等於是被動 漂亮 對 主要讓喜新正手先主動拉起來的話 任何的角度他就是跑動進攻 那等於就是展現喜新的正手 所以我想到第一集結束之後 你可以看出喜新的打法 更強調積極度的一個搶攻 好 又撤開準備了 接發球應該是失誤蠻多的喔 不論是擰還是其他的一些處理手段 都蠻多失誤的 還是控不住 對 如果處理上 稍微長久呢 水谷準呢 你可以看出齁 對 就不手軟 我就是先攻擊你 一下子日本選手追成了4比4 好 撤開 對 要積極喔 反手台內的領球之後 開始轉回正手 哇 想要回短喔 545 哇 這分數越拉近喔 我想水谷準的機會 就越多了 要贏球的機會就越多了 哇 其實厲害 我進入到中遠台之後 就是徐昕的天下的感覺 好 先死 側身 就是側身 你也可以看出啦 洗心的也不怕你把它掉開 他就是有那個 所謂的步伐 像是水谷準還是會維持去 先搶上手的機會啦 哇 這個聯繫 三球的得分呢 都是靠我洗心最拿手的正手拉球 那 當然就說不定 也不曉得要擺短還是要批場啊 好 看這個球 對 掉開 掉開 這個直線掉開 剛好是一個時間差喔 影響洗心的步伐 第二局 現在的比分 日本選手水谷準 6比8 還有2分落後 哇 發球直接送分 可惜喔 在追分的過程當中 對 自己發球送分 影響到了 對 你要 再控很短呢 也是 質量上會出現問題 許欣順勢 搶得了4個局 末點的機會 離分10比6 看起來今天許欣的失誤狀況 還是來的比較多啊 拉球觸網 哇 漂亮的拉球啊 這個球要拉直線 精彩的一板 許欣11比7 第二局搶了下來之後 局數 翻成1比1平手 日本選手水谷準 生涯在 面對中國水星的對戰 來到了第11次 就目前來說 其實這兩局的過程 它維持一個拼搏的打法 是製造了水星不少的麻煩 對 當然 第二局的過程 我想對水星來講 很明顯的 他就是 反手盡量不打 我就是側開 跟你來對攻 甚至呢 讓水谷準呢 是防守性的一個反攻 他就達到他的一個策略 哇 這個球 這八球太高了 太高了 對 從接發球的動作 洗心的動作還蠻多的 應該直拍就是 手腕的這個發力 動作呢 比較強 好 撤開了 撤開了 1 2 第三局的比賽 水星稍微緩一下節奏 再來八球目前1比2 哇 台內挑戰 對 非常積極 這個球呢 只要這種 台內轉為側身 我想就是 很主要的步法 那洗心呢 拼命的 能開 能撤開就撤開 反手起 好 撤開 又要準備進攻了 日本的水谷準 我想不能太多的控球 發球能不能正拍的一個 搶攻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好 搶攻 反手先起 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喔 發一個出台球 喔 讓水谷準呢 第三局呢 正手能夠發揮啦 這難得出現的一個機會球 所以感覺其實許昕比到目前第三局喔 的這個球的質量的維持 沒有那麼的好 沒有那麼的穩定 喔 漂亮 漂亮 這只是 快速的靠反應喔 一個反拉 這個事實上 許昕已經打得不錯了 那水谷準呢 已經等在他的正手 嗯 嗯 翻雙定 對 對 快速 就是 直拍選手 喔 目前來講呢 背面貼一塊膠皮的好處 喔 他也可以做一個進攻 整個鎖碗的應用喔 太能夠順手了 一般來講喔 這個 橫拍的動作可能就比較不順 自拍的優勢喔 帶開來是完全水谷準 重心位移的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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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 五比五 屬心的發球 好 又是觸網 就是要重新發球 喔 對 水谷準喔 事實上已經蠻清楚的 能進攻 我當然 不打你的 這個所謂的側身位 先打你一個直線球 吊開許欣的一個反拉 哇 許欣發球送分 也出現了一個發球送分的情形 許欣在這樣比賽後頭作陣的 同樣也是劉國良教練喔 所以每個球的處理細節 都真的要再仔細一點喔 這感覺真的是打團體賽 跟打個人賽 那種場上的氛圍是完全不同的喔 對 這個團體賽喔 以中國選手他會認定 當然也是有壓力 他整體來講呢 團體賽呢 要突破中國隊是很難 那個人賽呢 你輸掉了 你就是淘汰初級喔 所以壓力其實是個人 哇這個時候也是出現 揭發球的失誤 連丟了 已經4分喔 已經4分 哇這個時候 我想水谷準啊 應該更積極 對 喔喔喔喔喔 出網 這個球沒進喔 來看看 是不是有慢動作 不過分數上是應該沒有打進啦 決心拿到了第6分 這腳部的調節喔 稍微差了一點點 對 也是高的球喔 哇 這個… 決心這個應該念了一把冷汗 對 好強攻 對 還是打錯位置喔 你可以看出 市上水谷準這個接球的 已經打得很有力量喔 但是打到反手位 決心就是側身 責任 喔 位置稍微一車錯誤喔 這… 喜新呢 想要做一個反拉喔 步伐稍微慢了一些 哇來到了10比7喔 水谷準有良好的機會拿下這一集 拼了 再來一板 哇 出界 這個球員又打進了 又是好的機會又打出界 哇水谷準呢 突然間呢兩個正拍 也是要拿分的機會 大概也是在看水星的位置 想要去判斷攻擊的角度 那也影響到了他正拍進攻的一個準度啦 水星再度有點私立逃生的感覺 追到了8比10 反啦 放進去兩板 水星正手再來一板 好 放高球 我想會打水谷準的反手的 他也了解喔 退到眼台呢水谷準呢 反手位呢 放高的機力滿高的 當然如果你打到水谷準的正手 有可能直接反拉 哇 這個有點運氣了 好 還是打反手 可以看出水谷準一直想要正手反拉 沒有機會了 所以在連續拉球進攻 不只是看力道還要看對手的一個站位 對 這個球水谷準應該要拼了 好 拼球 漂亮 這球矩形也真的不簡單 這個真的是大角度的橫移回來喔 這種球呢 已經舊了一個很顯的球 然後還可以回到你反手位再大 喔 確實是步伐很快 10比10 已經連續化解掉了 對手橘墨點的壓力 追到了10比10比賽 進入到了Deuce 哇 漂亮的反拉 太精采了 可以看出水谷準已經擺到好幾次 一兩分的這種加力 這個球也是加速 結果呢 你突破呢 突破不了呢 喜欣的正手 真的 喜欣 尤其他腳下的調節 真的是很恐怖喔 11比10 現在中國選手 喜欣 反而有一個局末點 好 拆開 拼球 哇 沒話講 這個第三集的過程 喜欣就是靠好的步伐 正手強攻 拿下了這一局 12比10 在Deuce當中 喜欣強下了關鍵第三局 這下子反倒局數2比1 取得領先 忠祝宗 我們都可以打倒了 比5分 只能打倒中 快點 Game three is now leading two games-to-one over Jun Mizutani You can enjoy a lot of action shots and photographs on ITTF.com You'll see Shushin's arm fully extended Holding up here, umpire calling a let Again, glamorous or not, a point is a point If Mizutani can do it with a backhand serve and a touch shot, so be it Right idea gets Shushin to step around, but it's tough to stay on top of that ball and keep it down to the short side of the table This is the pressure that Jun Mizutani faces to keep the ball low to the net when he spins There it is, this time he puts it down with some side spin on it as well 水滑 fancy wiggle after the forehand side spin shot but it doesn't seem to bother shoo-sheen 7-0 Beautiful shot for Mizutani to play that receive to the short side of the table the last thing you'd expect to be possible from where he was standing Excellent play off the bounce, Mizutani forcing himself to stay in Not that Shushin needs any flattery from Jun Mizutani, but when's the last time you've seen Jun Mizutani serve from the backhand let alone several points consistently out here this is a sign of a player who's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and isn't too proud to try something new, I think you have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 out here and the two lefties go at it counter looping from the backhand corner with the forehands this is a rally Shushin is going to win most of the time the stance, how wide the feet get of Shushin outstanding shots, a punching backhand to the short side of the table from Mizutani that one's got highlights written all over it see it again the wiggle there a little off the edge a little off the edge hunching backhand there sidespin while he's still moving again Mizutani doesn't have the luxury of time it's the right shot to go for power on the backhand and the inside out forehand mizutani's keeping it close start of this game it didn't feel like it would be pushed back into the fishing position just a little bit short pushed back into the fishing position just a little bit short backhand finds the net Shushin up to a 3-1 lead will be back game 5 just after this short break look oh oh 感谢观看 as the players come back to the table it's Shushin in orange who's leading three games to one over Jun Nizutani with the serve there we go keep persisting on that backhand side few quality shots from Shushin but the third falls short the pen hold grip not only effective for so much spin and versatility because of the dangling style in the loose wrist but especially over the table play not fighting gravity as much two one one three Mizutani with the strong hooking loop see how he sets this up here that receive from Shushin is effective every once in a while but Mizutani seems to be understanding it very difficult ball when Mizutani comes around the side of the ball takes a bit of top spin off it it's a lower percentage shot but what he pays for in risk he's going to get when he makes it and rewards by points it's probably a simpler way to say that high risk high reward I guess it's weird to say this I don't feel like I'm watching Jun Mizutani play right now oh my goodness right off the bounce out wide Shushin so quick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ball Jun Mizutani keeping it alive at five each yeah it really feels like I'm watching Jun Mizutani being an actor impersonating some other player who plays a different style than usual just left a little bit too high outstanding points again Mizutani really has to fight Shushin from off the table as soon as he has a chance with the forehand it's no longer a fishing shot it's a counter attack this is why when you see all the long rallies on famous youtube videos and people say why didn't he just try to counter with the backhand or why didn't he drop it why didn't he hit it out to the forehand Shushin is why oh a confident counter attack from Mizutani off the table oh a confident counter attack from Mizutani off the table you can feel that he knows he has to do this but still you don't see him succeed with a counter attack from way off on the backhand side too often especially against Shushin's forehand attack there it is backhand and nobody's home to answer the door Mizutani had to get his whole body in running mode to get around that ball had to take the shot off balance to surprise Shushin goes for it again a difficult shot from the back of the table at first Mizutani had 9-7 last game I guess it was the game before that at 9-7 and then 10-7 Shushin got five in a row so Mizutani's got to be very focused right now once again it's 10-7 we'll see if he can take this game send it to a sixth so much power from Shushin over the table one game point saved out of the different serves that Mizutani's tried he started off this match with a lot of reverse pendulum serves working well after that the backhand serve was working well a little surprised we don't see him go back to that backhand serve well either way it's Shushin now with the serves 8-10 there it is Jun Mizutani aggressive forehand 11-8 is sending this to a sixth game we'll see if it continues and goes to a seventh game six just after this stay here to a fourth game let me just 1 moment ther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Machin at the table first, left hander in orange, pen holder from China, top pen holder in the world, spent a long time at world ranked number one despite having a losing record to Zhang Jike and Ma Long, Jun Mizutani right there takes the first point, again you might catch his viral video from yesterday going around the internet versus Tiago Apollonia in the first round, the main draw, what did that catch, I guess it was net clamp trying to repeat that backhand slap shot, the short side of the table, see if we can see it any clearer in this replay, too fast from this angle for me to tell what that hip, it doesn't seem to be much question that it didn't hit the opponent's side of the table, much question that it did not hit the opponent's side, oh full commitment, Mizutani pulling a Shushin on Shushin, the sweeping leg as he comes around and over the top of that ball, what a confident shot and a perfect read of the top spin, look at Mizutani, down in games but up 3-1, still early in this game, excellent read from Shushin to counter with the forehand, Mizutani's backhand receive has been very strong this game, it's so odd to see Mizutani playing this style but he's really forcing himself and making this a match, I see a lot of basketball players doing that. 半 long serve the reverse pendulum changing up the length and completely fooling Xu Xin anyone who can do a reverse pendulum serve fast and long be very effective シューシン 太多了 começ了 途端 太多了 給他 feast 下 我或許是 слишком 很忙碎 在この match 在索硝 有利沙硝 一邊 long recovering the netball Shushin manages to take the point And that's Mizutani trying to keep it as deep on the table as he can Keep Shushin away from the angles in the net Shushin ties it back up three in a row in a blink of an eye It was just 5-2 And the timeout called Both players have former professionals in their corners Coaching Jun Mizutani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serves In the game Videos of him from 20 years ago 30 years ago Serving to the same player 10 times in a match A serve they couldn't return Now one thing Vladimir Samsonov would do very effectively Is he would change his placement For where he stands To serve the ball So to force the receiver To be guessing What's coming next It also does change up the angles The length on the table The positioning of the receiver Let's see what Jun Mizutani comes back with After speaking with his coach in the corner Oh surprise Shushin had to double check He's like Wait a minute That was a table What happened Fast opening Counter attack For Mizutani Yeah we were all pretty surprised by it This really just feels like A game of who can open strongest And keep up the pace Who can last the longest In this hard hitting game right now He's Zutani's backhand receive Really this is all the top Chinese players have this receive It seems like a necessary standard for the game right now Dmitry Obtrov Marcos Freitas All the top non-Chinese players Have to use that modern receive Backhand over the forehand side of the table Well placed serve from Shushin Locks up Jun Mizutani in the backhand court Had the opening Got Shushin to step around Mizutani slightly more passive with that shot He's played more aggressive counters before He needs to stay in that confident zone The risky zone I think he needs to be confident about the fact that he has to take the chances There it is Just doesn't land Gets the opening backhand Follow up counter No dice Shushin two points away from taking this match Ju Mizutani two points away from tying it up That was a difficult shot for Mizutani at the back of the table To spin it like that So much spin but low enough to the net that Shushin had no choice Again soft hands and Mizutani takes two in a row to tie it up What serves are we going to see from Mizutani Reverse pendulum are the backhand serves Had their runs Definitely had their time in this match Both of which have been pretty effective throughout Let's see what he pulls out here From where he's standing you have to guess reverse pendulum We'll see There it is reverse pendulum with heavy underspin And game point for Mizutani to take this to a seventh game There it is Jun Mizutani eleven nine in game six and we're going to a game seven baby You don't want to miss it Grab your popcorn game seven just after this What's this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今天水谷準絕對也是拿出了 一個超水準的發揮 對 能夠打到結盛級 第七級 我想對水谷準來講 要突破 要贏洗心的機會 這大增 畢竟最後一級 關鍵這一級 壓力一定是在中國的洗心這邊 水谷準一定要 有機會上手的進攻 就盡量進攻 我想在進攻上 會影響洗心的 一種防守的壓力 我想這場第七級的 結盛級 當然是水谷準的機會 那當然尤其 其實剛剛在第六局的比賽過程當中 兩位選手 戰成了9比9之後 水谷準這邊是順利的連拿了兩分 可以看到他在一個 關鍵分的處理上頭經驗 也是相當的豐富 那決勝的第七局比賽 對於兩位選手 每一顆球都是關鍵 而且是考驗的 除了是技術上的發揮之外 心理層面也是非常重要 第一個揭發球 你可以看出中國的洗心 動作上就好像 不曉得擺短還是 也不是像擰球 它整個壓力 完全是可以從揭發球 可以看出來 水谷準一定要大膽性的搶攻 第二個揭發球還是出現問題 那當然場上的這個不是只有技術的對抗了 完全是心理的一種壓力的對抗 那如何的產生你的整個抗壓 或要如何提升你自信心 就要看出這個民場的 對 進攻 哇 這時候我想 只要水谷準呢 正手反手 先做一個拉球 對方就是不知道 不曉得怎麼打 這時候中國的洗心 趕緊喊暫停 今天水谷準發學 今天逼到了這個地步 真的是不簡單 不簡單 那當然水谷準呢 非常有經驗的一個選手 那中國這個 如果兩教練 也能夠利用一分鐘 在整個冷靜下 如何的去打水谷準 水谷準呢 心裡一定想說 我不管如何的短球長球 我先把你拧起來 或是拉起來 讓水谷準來拼球的話 就是達到一個 技戰術的一個成功了 在目前的這個 科威特男子丹打八強的 比賽過程當中 馬龍跟樊振東 都已經順利的挺進到了 前四強的行列 那目前水谷準呢 是陷入到了一場苦戰 以及接下來 為大家會送上 張濟柯跟德國的選手 奧恰洛夫之前的對戰 水昕剛剛看起來 面色也是滿凝重的 在聽柳國良教練的一些分析 跟贊助上的講解跟提點 因為他也知道 這一場比賽 絕對有殊不得的壓力 這不是一場比賽 在勝負而已啊 當然這個 十一分的比賽 又來到第七級 決勝級 不想任何一個選手都會緊張啦 他還是提到 壓力應該是中國選手這邊 哇 主動進攻 反攻 漂亮 哇 高水準的一個步法 這一分對於水谷準很關鍵 確實這位日本的一號的主力 你可以看出就一個反拉 他已經算準喔 喜新一定會攻向水谷準的反手位 好 應該主動先拉 好 先拉起來 喔 連得五分 哇 這個決勝級能夠連得五分 喔 那這是要換場地啊 喜新呢 還沒有打破第一分 在決勝的第七局 水谷準完全是放開來打 5比0的開局 這時候 我想 水谷準的戰術呢 應該是正守為主 我就跟你對攻 那你能夠掉開喔 我也跑動的跟你對拉 好 水谷準的發球 發完 先起 哇 可惜啦可惜啦 這個球 只要拉過去呢 看這個位置呢 喜新只有反手的對抗 喜新 加油 雙方在過處對戰的十場比賽裡頭 喜新還沒有輸過任何的一場 那究竟今天這場對戰 最後會打出什麼樣的戲碼 什麼樣的局面喔 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啊 對 先拉起來 應該是有機會了 喔 沒錯 沒錯 喜新呢 正守的對拉 還有很多安全的 危機之外呢 最後一個發力 事實上是 哇 這個是蠻危險的 輕輕的一袋 最後還是發力 事實上在這種 用高水準的對抗喔 你不能太多的過渡 應該用力打 發力打就應該發力打 我可以拿三分 喜新的氣勢喔 如果說 喜新這邊再得分的話 可能又會被對手給打亂掉了 事實上對市比賽的過程喔 水谷準應該多打一些極長球 因為畢竟呢 長球呢 會讓對方呢 拼搏的激烈 對 拼 拼球 哇 漂亮 再度拼到了一板 對 確實被擺到了 因為水谷準也知道喔 喜新呢 開始做變線的時候呢 他就擋在那邊反拉喔 因為角度已經被拉開了 你可以看出 這就是一個對角線呢 會帶開的一個角度 好 哇 確實是影響的 這個 這個 應該是對喜新來講喔 一分一分呢 產生的一個信心 因為你在輸球也不曉得怎麼去打 那碰盪水谷準的又蠻穩的 再給你 喜新在今天比賽揭發的環節 真的處理狀況滿多的喔 喜新呢 利用進攻看能不能一分一分的追啦 以目前來講沒有防守的本錢 能不能正所發揮呢 就要看許欣的整個變化 哇 水谷準很有經驗 他跟你拍面有水我擦一下 打亂你的節奏 結果許欣這個球發球促網要重發 當然現在4比7 3分的落後 而且局數還算在中斷 所以許欣其實還是滿有機會的 好 擰開 給你拼吧 這是這樣的上手的進攻呢 這個會帶給許欣呢 當然你不攻也不行 你搶攻你的命中力大概會減低 因為畢竟是對方先主動進攻 所以你可以看出水谷準呢 確實就是經驗非常豐富 也知道要怎麼去打開整個戰術 好 水谷準應該是可以發長球給你對抗的 跟你拼了吧 果然讓他拼到了再一板的反拉喔 這個看整個過程他知道喔 許欣你不敢強烈的拉球 因為你不能失誤啊 這個確實是分數影響了整個戰術 所以水谷準呢 以他的經驗還是會拼球的 好 第二個發球 拼球 哇 步伐斷掉了 再一次擠壓到了許欣 結果最後這個反拍擋出界10比4 水谷準這場比賽決勝的第七局 迎來了6個賽末點 對 這場球賽喔 可以看出呢 場上的所謂的技戰術的組合 跟心理的作戰喔 確實 喔 太急了 太急了 應該是先拉穩喔 再等待機會再搶攻 那這場球賽呢 如果水谷準戰勝的話 確實會影響中國隊的這些選手 到底是哪一位比較穩喔 來打 要去禮約的布局 可能就被打亂喔 確實影響很大 喔 還是主動進攻 實際上水谷準 喔 要綁個鞋帶喔 我就不... 現在急的是喜新這一邊啦 他可以製造喔 讓喜新呢 沒關係你著急我就慢慢來 當然水谷準還是會逮到一個機會喔 全力一拚啦 那以水谷準的經驗喔 尤其在發球段喔 他事實上是有機會的 畢竟呢 對 今天喜新接發球 應該是很被動 應該很被動 所以這個球 這兩分喔 這兩球呢 水谷準應該會拚一球 好 反手起拚了 喔 確實厲害 這個球呢 還可以直接的 反拉喔 好 那現在喜新7比10 追到三分落後 也還有三個賽末點的壓力 要來面對 那這個發球 可能也很關鍵喔 誰估準 是不是長球的對抗呢 好 出台 對 可以看出中國選手喔 那這一分一分的拿分 還是有一定的能力啦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喜新 確實 面對著一大的考驗 那現在 兩分呢 都是由喜新來進攻 那接下來 喜新的發球呢 基本上啦 一般的選手呢 就是發短球 他沒有本錢發長球喔 就看水骨準如何的處理 喜新發過來的短球 這個 他要匹這種心臟的能力喔 白短 哇 太高了 水骨準這個時候真的不能保守喔 對…他應該是直接上手喔 你讓喜新你來拚吧 你白短就是一個球變慢 連續的化解掉了三個賽末點 許新追到9比10 決勝的第七局 許新還有一個發球 當然還是發短球 還是發短球 當然隨骨準的判斷喔 如果出台就是直接拉球 好 第二個接發球 是不是直接上手 還是白短 太保守了 太保守了 那當然這個時候呢 許新也展現出了 他的一個抗壓能力 跟比賽場上的韌性喔 至少在這幾個進攻端的命中率 通通把握住 對…這個後段喔 水骨準呢 大概沒有什麼攻擊的這種打法喔 這個很可惜 好 哇 結果打到 還能夠許新呢 比先呢 11比10 許新在6比4落後的情況之下 連續發幾個賽末點 現在反而自己迎來了一個賽末點 還是白短 哇 確實不簡單 不簡單 最後的這幾球 許新表現得不簡單 水骨準稍微保守 真的是可惜了 對 後面的處理喔 太保守了 而且都是防守性的回擊 一度是跟勝利只差一球之隔 那最後呢 水骨準這邊 還是沒能夠來突破這個 許新的障礙 那這一場比賽真的是高潮跌起 進入到了決勝的第七局之後 最後是由中國的選手 許新 都到了DEUCE 12比10 最終4比3的局數擊敗了水骨準 而驚險的挺進到了最後的前四強